大家晚安 今天是2024年6月13号礼拜四 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11分 各位在收听的是动识之声 我是宅宅军团长 我是钥匙斯丹 你有去听我们之前剪出来的那一集吗 我自己觉得那一集很好听 我也觉得很好听 可是声音真的好可怕啊 这个部分的不可抗令数 所以是希望今天不要这样 很可惜耶 那集就是气氛太不错 对对对 对那时候是合作的热区 所以那个时候的默契还蛮好的 我觉得固定合作是真的有一个安全感啊 他的那个出格行为也在你的预料之中 出格行为 对或是最近在讲什么话题 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们都会彼此关注到 可能最近在关注什么话题之类的 对啊对啊 因为我觉得宠物那集效果很好 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找那种 比较生活化的话题来聊聊看 OKOK 对然后但是也不能太生活化 因为我发现太生活化 你就会一直讲想要讲VTuber的事情 对因为我的生活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做了哪一个行业 对我来说啦 做了哪个行业之后 我的生活圈就会绑在那附近 所以你是一个很乐在自己正在做工作的人吗 我一直都是耶 我一直都是 然后因为我会很喜欢投入去研究事情 所以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除了就是可能要增进自己其他什么杂谈力啊 然后打游戏或是什么歌唱力等等以外的东西 我还会去研究啊人家的台是怎么做的 就是这一个行业怎么做的 那为什么人家什么做YouTube可以怎样怎样之类的 就是通常你刚开始做你也没有什么经验 就会想说哦那我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学习起来 对啊 我蛮喜欢学东西啦 应该这样说 像最近在学打格斗游戏 最近好像那个什么快打旋风 六 很流行对不对 对对又在流行起来 我看那种会的人真的很厉害耶 哦对啊 手指动得很快 一方面一方面就是认真去研究 要说研究嘛 就是去了解说为什么 应该说这东西的魅力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里面还有很多什么所谓心理战啊 然后要去猜对手要干嘛啊 然后可能我们要故意做一个动作 让他去猜我 接下来要揍他还是要摔他什么的 这之类的 反正是心理博弈 让我很惊讶 我以为就是比手术快而已 完全不是 可是你在那一秒钟 你的脑跟手都同时要做好他们的工作 才会知道这一切 没错没错 所以就很那个什么 好像也还是得练习练协调 难怪人家说那个电竞电竞 就是也像是运动赛事 因为真的很多东西跟那个练习运动的时候很像 就是你要把很多东西变肌肉记忆 但你同时心里也要知道说我 这个状况我要干嘛之类的 像打玉球好像也是要有心理博弈 不是说真的是看谁心理 看身体素质最好这样子而已 我最近在玩九日啊 然后我发现其实就打那种 他甚至啪啪啪那种魂系 嗯对对对 是那种嘛就是那种要挡的 那个其实你不能想耶 你想的话你的脑要叫你的手做已经太满了 哦对对对 所以才会说什么要练到变成肌肉记忆 其实还是要想啊 就是你要先想好我要练成哪一套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跟手说 然后手说OK 然后做出来这样 对或是什么练到 只要你看到那只王做什么动作 然后你的手就会自然反应说 那我要怎样避开他或是 对啊我觉得很厉害 因为我一开始没有转成简单的模式 然后我打了那个帅哥人马的王 听说差很多耶 就是剧情模式哦 我有话来调的 我觉得真的是不同的世界 就是我根本还搞不清楚他在干嘛的时候 我的手就说OK我知道 哦那很厉害耶 那你的那个肌肉记忆练习得很快 但我只会跟他打 其他人就不行 魂类游戏都是这样 你每遇到一只新的王 你都要再重新被教育一次 所以他某些程度上是一直在学习的过程 教你的手做事的过程 可以这么说耶 可以这么说耶 其实玩这些动作类游戏 对我来说啦 都很像是这种感觉 就是不停的在重新学习 说不定意外的舒压 就是心流就是你去学一个 有一点点挑战 但你可以做得到的事吗 哦对对对对 对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 而且那个前面被打得多惨 你通关的那一刻 你的成就感的那个 真的差很多 愉悦感真的差很多 成就感 懂 就是如果这两个是类似道理的话 那的确就是去看人家影片学习 然后自己练习 然后你也做出那个一样的表现 那个是很快乐的事 哦对 没错 真的真的 可能我的生活又比较狭隘 我很爱聊游戏 比方说什么 抽卡游戏 手游戏 现在不是都一直在抽卡吗 你是会课金的人吗 我会耶 我会耶 是月卡还是 你想要抽喜欢的角色 你会买那个 那要怎么讲 钻石吗 哦 我的话我是 想要角色型的那一种人 所以你会买10抽 然后每抽到你就会再买这样 对 而且我跟你说 我买东西 应该说如果我要课金 然后抽什么卡片 大概率是因为他的美术很吸引我 喜欢他的美色 要这样说吗 我是收集屁的人 而且我买东西很喜欢包色 所以 如果说他有出什么色違的 我就想说 这个我要不要 好啦 一起要好了 就会很无敌动 你是想要其他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 其他的角色 或是啊 这衣服好看 然后完蛋了 这个衣服好看归好看 但他如果配这个裤子的话 需要另外一个颜色 但这个颜色本身就已经很好看了 好吧 那只要两个颜色都包了 我就会这样 你是一个在游戏里很大方的人耶 讲到好像你平常不大方 其实我不知道 我平常不会这样啊 的确 但是这是课金就买得到的话 就会课 那如果说什么课了还要抽 我可能不知道 会考虑 对 除非啊 除非有很厉害的玄学 我会去研究玄学 就是人家说的抽卡玄学 什么用小指抽啊 用脚指抽啊 去哪里抽 这种我会 我会相信 大家真的都会非常迷信 这种抽卡玄学 进人士听天命嘛 这种抽卡的东西 你人士已进了啊 你课都课下去了 对不对 这就是人士啊 剩下就只能听天命了 听天命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要怎么把这个几率提高 科学的方法已经用尽了 只好寻求玄学的帮助 就像是例如说 绿色乖乖的传说 哦 有 有 这个我也很常听到 甚至我现在也有放 你现在家里电脑也有放 我摆了我的主机 然后我的电脑桌上面也放 因为上面有什么键盘滑鼠啊 我怕滑鼠突然没电干嘛的 然后还有那个录音界面 麦克风什么的 所以那附近都有放 我现在摆震 真的是摆震 怕滑鼠每天不是应该 注意他的电池吗 哦 对啊 我其实我随时都有 背电池在家里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可能怕他 突然不灵敏了 多一层保险这样 没错 没错 真的很悬 真的有差 我觉得这件事很奇妙 因为像以前 我们在那个实验室里面 实验室里面就是会有 那种超级贵 可能可以买一间 小房子的那种机器 然后你会认为说那个机器这样子 然后还有厂商 因为他很贵嘛 所以那个维修一定都是 该维修就一定会维修 嗯 是 他的程序基本上也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有人要用 就会被严格的控管 因为他跑很久 所以我们离开前先再跑 然后早上也发现他死掉了 教授就说 他前一天在赶报告 然后出来看到外面那包 乖乖过期 他就把他吃掉 哇天哪 哎你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一模一样的事情 就是那个乖乖真的不能吃好不好 有一次我在 对上一家公司的时候 直播间 一样在直播间 那天我真的太饿了 我就把放在电脑上那一包吃掉 那天就是出事了 因为我平常出事的频率真的蛮高了 但那阵子比较没有 然后就想说那应该没关系了 然后那一包放在那边也很久了 而且我直播间里面有好几包 电脑离我最近我就拿电脑上面那一包起来吃 完蛋 直接完蛋 出了一个 真的是 怎么想都想不通 但是重开机就好的事 但是他在我正要开台的时候重开机 所以导致我迟到 如果用科学的方式去想的话 可以说是 你有出事的时候你会记得 你之前吃掉没出事你不记得 可是他有时候就是会出事啊 就很恐怖 对 可是老实说 我真的很少吃电脑上的乖乖 所以我也没想到一吃就中 那你现在吃一包吃 不要 我不要我不敢 看你麦克风会突然没声音 我们就可以直接证明这件事 哇你说的很对耶 可是我不想要 我那时候想要讲这个题目 其实不是从乖乖来的 可是一讲到迷信 真的会想要讲乖乖 你还记得 我想你应该不记得 在你背叛我们之前 什么意思 我们的最后一个题目 你还记得那时候要讲什么吗 我不记得了耶 最后一个我真的不记得了耶 是邪教 你还记得吗 我那时候传那个邪教两表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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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邪教 对 我很有兴趣 那时候我记得我很有兴趣 什么意思 你这个 谢了 刚刚前几秒谁说 啊我不记得耶 我不记得是这一个啊 但是你讲了 我就知道有邪教 这件事一定是记得啊 我不记得最后是哪一个 顺序不记得啦 对让我狡辩一下 对然后我就想说邪教应该是一个 可以做的题目 然后我想说动词之声可以来做一个 有一点相呼应 但是不要那么重的 哦 对 所以才讲迷信这样子 对 就是其实没有 不见得是有直接关系 我觉得某些程度上 因为邪教有的时候会跟你的状态啊 或者是你当时想要进入的 就是你可能想要相信某件事 或那是你很挫折的时刻 什么这有关吗 嗯 确实 跟迷信不见得完全有关 哦 我好像懂你要说 那你对迷信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我想的是仪式 哦 懂 加入邪教你 也有可能你是真心相信教主的故事 那这样算是一种迷信吗 你说的对 而且有时候真的蛮需要那种心灵支柱吧 然后只是他刚好选到的是 人家所谓的邪教 这样子 我好像能理解 我觉得是耶 因为我很喜欢这类的东西 所以他有剧场啊 或是什么 然后我都会去看 我就觉得其实邪教是很多元的耶 对我来说 哦 愿文奇详 他会以各种形式存在啊 其实邪教某一程度上很像是互助会 迷信就是他可能是你对一些 没有科学的背景支持的东西的崇拜嘛 比如说 占星某一程度上也会有人说嘛 或者是你相信算命啊 鬼神 可是邪教有时候你相信的是某一种故事 或者是 你觉得教主有可能会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这种的相信 我觉得要说迷信也可以 但他比迷信还要再多 我觉得中间的复杂因素好像很多 你有曾经照着什么网路上那些 然后自己实际做做看吗 大学同学 我觉得这很神奇 因为讲大学同学是我们已经成年了 哦 是 他有四个东西我觉得超神奇的 他是恋爱魔咒 你知道以前的女性杂志上面 这个我不知道男孩子知不知道 女性杂志上面是会有恋爱魔咒的配方的 例如说准备月亮照过的水 我只记得这个 因为不是我准备 月亮照过的水 OK 然后或者是什么那个线 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最后你要把那个人的名字写下去 很像古代那个 宫斗的时候要写他的名字 然后放在你的枕头下 这个真的很像 我不知道耶 下咒的那种感觉 下降头 那后来有在一起 那很准啊 请他把配方交出来好吗 这我觉得是因为他本来喜欢他 他们两个就已经感情不错了 哦 就差一点点 然后他就这样做 那其实终于有一天也是会在一起吧 我猜 哦 那这样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其实他缺乏的就是跨出去的那一步 而恋爱魔咒呢 让他更有信心 就至少心里有一个谱说 啊 嗯 那我做这件事成功几率很高 所以他就越来越敢去做追求这件事 可能他对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 我觉得很合理 哦 恋爱魔咒这种东西啊 是从小到大都会听过有人做耶 例如说你把一支原汁笔的水写完 然后都是写那个男生名字 超恐怖 哇 哇 这个真的很恐怖 那中间可以被发现吗 因为有的魔咒不是中间不能被发现 被发现就会失败什么的吗 这我不知道 我都听人家讲 然后我可能也没有真的很注意在听 我唯一有想试的是 把名字写在橡皮擦后面 然后把橡皮擦用完 可是怎么可能 橡皮擦会一直弄丢啊 就是以前的橡皮擦不是外面都有一个 那个什么纸 对对对 你要把他写在那个纸里面 慢慢的把橡皮擦用完这样 可是橡皮擦不会用完啊 用完之前一定都会弄丢啊 所以那一个你要更新型恨古 这就是魔咒难的地方啊 那么简单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揍了啊 你说的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去验证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弄不见 做不到 有点难完成 他完成的那个 对成功率有点低 我看到有人说他一次写完 太恐怖了吧 可是如果你们两个真的交往或什么 会在你家翻到一本本子里面 全部都他的名字耶 你们都交往那个东西不能丢吗 还是其实丢了 然后就会 那个魔咒会失效 哦你说他就会突然不喜欢你 之类的 就是没来由的 因为他本来也是没来由的喜欢上你嘛 浪费一支三十块的笔 哎对 那仔细想 如果他选的是比较高档的笔 会更好吗 效果会更佳吗 哎如果用钢笔 然后只有灌一点点水这样算吗 对我刚刚也在想这件事 我跟你讲的一样 我还想说羽毛笔 因为墨水是谁沾的嘛 一写就写完了 长大之后就开始想作弊了 对但我觉得这的确有可能是增加自信的方法 因为你会觉得他现在已经在我的这个网罗当中了 我现在只要对他笑 他一定就会很喜欢我 突然讲到自信 让我想到一件事耶 其实迷信会不会跟增加自己的自信也有关系 每自信的人 正常来说都比较不会相信自己 而是相信别人比较多 但是在这无形当中又给了自己一点信心说 哦他这样 我相信他的方法 那我也做得到 因为我不相信我自己做得到 会是这样 蛮有趣的点耶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去试这类的东西 因为你很有自信 没有因为我觉得写字很累 有是吗 又不是只有写字这种迷信 恋爱魔咒都很累 真的 哦好像是什么削苹果什么的对不对 啊我有听过 什么半夜削苹果 我记得里面会有个人 不就是你自己吗 没有他说会看到你未来的伴侣 但是那个苹果不能断 而且时间限定 看到之后会怎样 你就可以知道你未来的对象提现之道 不是有人说就是你其实会喜欢上跟你有某些相似的人吗 啊有有听过这个理论 也有衍生出相关的鬼故事没错 失败的咒语对不对 我这个我就不清楚 但是很多迷信的东西不是还有什么蝶仙什么的吗 哦以前他们好喜欢玩蝶仙或者是蝶仙呢 对你相信这个吗 微妙我觉得有一部分是鸡肉签章 就大家这样弄着 可是如果真的有我也不想要惹这 因为我没有事情要问他 对确实确实 所以我也没试过 但是我也很好奇 因为在我的眼里看他们在玩的时候 就是啊一定有人在那边搞啊 我觉得算命这种事情 他告诉你这个东西 你相信或不相信好像都不太对 我是不是不应该跟算命师讲这种话 我自己对算命的概念就是 你就挑你性的地方去性就好 应该说你要挑你觉得相信的东西性 很笼统 然后而且很废话 但事实就是这样啊 因为我认真觉得 人的潜意识都会这样 你会慢慢把自己导向你相信的那个地方 比方说有一个例子 我之前很喜欢讲 就是星座的例子 有的人会觉得我是狮子座 然后狮子座有什么特质我就会有 甚至把他拿出来说 我们狮子座就这样啊 或是我们巨蟹座就这样啊 然后做出了这些行为 但是事实上他本来就这样不是耶 因为我遇过一个朋友 他是狮蟹座 但是他觉得他生日比较接近狮子座 他就会做一些狮子座的刻板印象的事情 弄到他也很累 然后他身旁的朋友也很累 你的意思是说当他就是听了那些分析之后 在一些做决定很时刻 他就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人吗 对对对 在做决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我是往这边走的人 但是他真的是你心中原本想的那样吗 已经不知道了 塔罗那种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他是一个用几率决定的那个 笔先你是直接这样 我就觉得就是我不想要冒那个风险 风险评估之下我觉得不划算 就像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还是会选相信那一点 而且好像听说叫不回去那支笔就不能留了耶 因为你不能留你要怎么处理烧掉吗 大部分的想法应该是这好像也是鬼故事会出现的情节 对不对 对 而且网路上真的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 然后你要说他是创作文嘛 他又写得很真 然后我也听过很多很恐怖的 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无法解 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的确是这样子没有错 迷信有很多东西 就是像我说我觉得是仪式 就例如说你会觉得说 我现在做这个是不是好像 其实是没有根据的 可是你不做你又觉得不对 如果你不做然后有什么事情变得不够顺利呢 你就会怪到 一定是我没做 就像乖乖一样 对对 但其实理论上啊 理论上应该不会是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大家心里多多少都知道 对 或许也是一个安慰吧 一个安慰的那个感觉 有点像 那你觉得风水呢 风水算迷信吗 哦 你说家里面什么 哪边进来要有一个什么的那种啊 对对对对 我之前听啊 讲风水的时候啊 嗯 我有一个理论 是我觉得很多民俗的习俗 就是民间的习俗 其实都是 例如说他是为了考量你的健康 或者是为了考量你的某个方便性 所以他有这个规定 但是大家可能会说 啊 可是这样是跟 让你的钱有财位什么这类的东西 对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 你照着他摆某些程度上 就例如说 我其实不懂风水啊 家进来东西要稍微遮一下 不能直接冲到后面的门 还是什么 对对对 就是单纯是你家 就是会有个基本的隐私空间 不会如果人家一开门 就看到家里全部 我觉得有点是这种感觉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因为我听说过 那个你的床边走道啊 呃 不能留两边 你只能留一边 为什么 你要靠着 我们家就是留两边 真的吗 我听说的是不能留两边欸 呃 我记得是留了之后 中间那个通道要进空 你不能放一些杂物 不能卡到你的动线 他说这样的话 你在工作上面会遇到很多阻碍 事业运会比较差 我觉得这就是啊你起床的时候 人都还在迷迷糊糊的状态 啊你的那条路 不要去卡到你 因为早上一起床 直接踢到小指头 你今天一开始整天 就会觉得很不顺了 因为你会开始看那些不顺的事情 觉得床下错 对对对 这是我的风水的理解 就是啊这些东西摆那边 他你说要像他们所谓风水学 里面说那么玄吗 可能也就只是 你的生活会更便利 然后你的心情就会好 心情好 你做事就顺着 我有看到他们讲说 有的说法是床留两边 就是是不一定 真的吗 这我不知道耶 我还知道就是 静止标对的床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 因为那边也起来被自己吓到 哦对对对 我有听说 就是那个静止对的床 你可能一坐起来 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东西在中 你就会吓一大跳 他其实背后应该是有某一种解释 不见得是什么会带财啊 什么的这种帮助啦 他对你生活的帮助不见得是这样子 哦 我刚讲了我们以前女孩子的恋爱魔咒 那你们有什么类似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男孩子的事情 不过有一阵子不是很多人都会说 什么钱包里面放保险套 然后是什么可以 让你财运比较好吗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用过的吗 这就很玄学 用过的太恶心了吧 不是对 我一直想说 就是因为用过的感觉是有很多金子啊 什么意思 所以很多金是不是 天哪 我的解释比你合理多了好不好 那没用过的也可以手金啊 我说那个黄金 对啊 所以是财 是关心到财运哦 对啊 他们是说关心到财运 你看很多人都听过 然后你没听过就算 还是用过的太脏了吧 所以我就觉得你 我就觉得很奇怪 可是迷信不是有时候就是很怪吗 我知道要放的这件事 但我听到的不是财运 你要用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用 好废话 这是废话 那这不就是跟你随身携带卫生纸啊 或是什么湿纸巾一样的道理吗 你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用 通常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 就是一个紧要关头 你这时候如果还要去买 你说就不浪漫了这样子 是吗 就是会冷掉 这时候如果马上从你的钱包拿出 哇 不得了 这就是很棒 可是从钱包里面拿出来 对方不会觉得 你怎么随时都准备好这样子吗 然后你就跟他说 因为我这样想要守住我的财运啊 所以才会有这个说法是吗 哇 我们解题了 原来是这个道理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很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啊 应该说耳熟能详的迷信 其实都是这种道理 就是没有 就只是一个人 他为了方便而说出了借口 然后大家觉得 好像蛮有道理 都拿来用 所以就这样的流传下来 其实有可能 因为就是都说人啊 就你在做我们的事 然后我突然问你说 欸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有的时候你会马上回答 可是你回答的 其实通常都不是真的理由 你会很自然的讲出一个理由 就是你当下 直接可以连接到的理由 哦 或是你也无从考证说 我到底说是真的还是假的的那个东西 哦也是 没错 可是我觉得保险它有招经运这件事 招经运 这真的还蛮奇怪的耶 就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还是还是让你不要把东西往外喷 就是人家说漏财嘛 哦 不要让东西往外喷 你好像很会解释哦 我可以去当生命师的助手 你这样就要做那个 人家是做鸟挂 你做军坛掌挂 可以耶 就是我就瞎掰一个什么 然后你帮我解释成合理的东西 我刚刚有人说就是钱母 发财金也是一样吗 哦有听过耶 有听过 你知道这是要还的吗 要吧 不用吗 我已经以为不用还 我就想说哇 他给你一百块 然后不用 你就去很多家 你就有一千块 如果我去借发财金 我当下要跟他讲清楚说 我什么时候会还吗 哦借的时候要说什么时候还哦 那如果你来不及怎么办 来不及 可是还要还几倍 就是是规定好的 还是你刚下要讲 是高利贷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就真的不知道才问了 如果有发财 大家就会包多一点 这合理啊 就是你没有赚 你就把原本的钱还给他 就是假装至少还他一百块 对啊 就不好意思 今年失败了 下次再来接 谢谢谢谢 这样子啊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 保证尊敬之心 对吗 这有点像是投资吧 就像是例如说 创业不是也会有天使投资人吗 他投了 假装说他要你还五倍 他投五个人只要有一个人 有发财他就回本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怎么讲 你有点是你在 那个神明那边帮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哦 我也这样觉得耶 就是一个心理暗示 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 但我们要讲迷信 不要一直 就是宗教这个 今天还没有打算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哦 真的吗 可是讲迷信 你要讲仪式 真的不得不讲这些东西耶 对我知道 我就是可能没有在 就是小一点的东西嘛 你说在小一点的迷信的东西吗 有吧 还是有吧 半夜不能吹口哨 为什么 鬼会靠过来 他喜欢口哨 所以那个频率跟他们很像 他们会那个 以为你在call他 他可能BB call就响了 所以你要call他 可以吹口哨的意思 我不知道 你可以试试看 我不会吹口哨啊 但是你call到 也不能跟他沟通啊 我刚刚说是BB call啊 你就只会一直BB call 他只会觉得你很烦而已吧 那如果你半夜在那边吹卡主题 不是超讨厌的吗 我不知道 频率有像吗 听说是频率对道啊 哦对 骂张话可以赶走 还有一个是听说尿尿可以耶 我好像以前听过 尿尿我没有听过 我听过童子尿啦 童子尿可以做什么 童子尿 他们说可以驱血呀 很多的那个信仰里面 所以你带着小孩的尿 就你抱着小孩 他在正在尿尿 他就不会有鬼来 他是说因为童子他 还没有那个过嘛 所以他的那个什么 身体的阳气会很重 都还保留在 那也有很多成年人也可以啊 对 对啊 对啊 所以童子尿不一定是小朋友啊 哦是哦 童子尿单纯就只是 只要你的阳气 还没有外泄过就可以 我讲得很文言 但你应该懂我意思吧 所以包包里要带那个保险 钱包里要放的 对所以包包里 哈哈哈哈 那就像 我跟你讲 只要从身体泄出来就算泄了哦 那个不行 他有射精的经验就不算了吧 童子是还没有吧 对没错 哇那成年人不行 所以人家说30岁成为魔法 是不是可能的吧 我跟你讲 如果30岁没有那个过 说不定可以成为驱魔史吧 莫名其妙 我觉得很多迷信的点就是 你可能也没有那么相信 但是你怕 如果我因为改变了什么 真的像他们说的 那责任在我怎么办 这那个消防队不能吃凤梨 会很旺 可是我真的听过好几个 医生什么都说 他们就是吃了凤梨之后 就不信邪 然后就变得很忙 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不信邪 然后就会变得真的很忙碌 然后这件事就会一直在传下来 他记得对不对 像很多服务业也是耶 你不能说啊今天好闲哦 这样子 哦不行是不是 对然后凤梨也不能吃没错 服务业也不能吃凤梨 嗯尽量是不要 那大家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吃凤梨 你可以下班的时候吃 VTuber可以吃凤梨 因为需要很旺 对哦对对对 或是你自己就是业主 你就可以一天到晚 那个拿凤梨给你的那个员工吃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 就是他又是迷信 但他又有一个设计 对因为服务业吃不会影响人命嘛 但是那个消防队啊 医院真的就不太不太 哦对他们很忙的时候 其实不是好吃啊 对对对 他们忙的时候就不是好吃 但是服务业忙就只是 员工会很累 所以真的有哦 我记得我以前 那个在按摩店做事的时候吧 那时候老板很爱拿凤梨来请大家吃 他说啊多吃一点水果 维他命C什么的 根本就不是这个理由 他也很迷信 可是你们那种不是应该是预约的吗 都有 什么预约的 或是接过路客的都有 会有现场来的人哦 哦会耶会耶 尤其是观光 啊那时候观光区啊 观光区的那个养生馆很多 那不是说是那个 可能逛个夜市 然后觉得早算进来看一下 对那种感觉 哇 对凤梨玄学 真的是 我刚才有看到那个 指月亮耳朵会破掉 嗯 那个其实好像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研究是说 那是因为你指完月亮之后 你就会很在意你耳朵有没有破掉 你就一直摸 然后耳朵后面其实是蛮容易感染的 所以你那个有点裂开 其实是美菌感染 所以其实是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理暗示 你就不会去碰你耳朵 但是因为你指了月亮 你心理上就会有个这个疙瘩 然后你就会忍不住 一直摸一直摸 然后你耳朵 大家可以讲说 我是不是指月亮 我忘记 哈 哎我有听过一个类似的 这个可能比较少的人听过 就是我们在那个喝汤的时候 从锅子里面咬汤 不是用那种应该大勺子吧 然后那个勺子不能直接对着嘴这样子喝 谁会这样做 对但是小朋友不是就会吗 然后那个家里人就会跟你说 你这样子的话 你那个嘴角会裂开哦 怎么样的 那算吗 我没有从来没听过 在我的想法就只是 啊没有啊 这样对着喝 啊本来那个汤匙很大 本来就 啊你说他把整个汤匙塞到嘴里吗 那汤匙很大 本来嘴巴就会裂开啊 这不是很合理的吗 哪个笨蛋啊 这怎么会有人那么笨啊 为什么他会把 我以为是用吸的 烂透了吧 还是这是一个笑话 我不知道 你看有人听过 不是我乱说的 有人听过这个 就不能这样 你这样那个嘴角会裂开哦 你会不会割伤哦 这样子 就是就像是你把灯泡放在嘴里 你嘴巴也会 你之后就是之前 有一个新闻说 因为大家都会讲说 灯泡放在嘴里会拿不出来 会需要去医院 结果新闻出来之后 那阵子更多人 对 傻眼 就是我玩卡比 卡比不是会把灯泡放在嘴里吗 就是卡比害的是吗 因为他要拿出来 你可能要把他打破 你不敢 所以你真的是必须去医院 好 请大家不要尝试 拜托 对啊 而且也不可能咬破啦 因为真的会割破 我觉得会割伤的 但是这个好像都是有一点点科学依据的迷信吗 我觉得背后可能有点道理 有一些是没有道理的 例如说像连环性 哦 连环性 真的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我觉得他用的方法是宁可信其有的心态 你说转记也没有花你多少功夫的意思 一方面 如果你没有转记 你心中就会留下一个疙瘩在那边 你就会一直很介意 那如果真的发生什么 因为人生不可能都百分之百顺遂 你可能最近发生某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完蛋了 出事了 真的出事了 我都没转 都停在我这 你有因为这样出事 然后就去怪到那上面吗 没有 那表示你不是这样的人 好好 这样挺好的 因为我已经忘记有这封信的存在 之类的 就是你不会归咎到这些事情上 但有的人会 因为我就想说你叫我记就记哦 都会说什么 你一定要记给几个人 我想说为什么 哎有这个概念 对耶 突然想到那个七夜怪谈 哦 真子的录影带哦 对 我会去杀了那个寄给我的人 但是你不用杀他 他自己就会被处理掉耶 为什么 因为我不记前面 我不知道真子的故事啦 哦 真子的故事就是 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在没有恐怖的情况下解释哦 你说对耶那不要好了 我们讲 真的吗 是很恐怖的吗 还好啦 他就是 反正他就是跟诅咒性一样 所以你把他想成诅咒性就好 我们就可以直接拉回诅咒性就好了 因为他真的就是这个概念 没有任何一个人逃离过呀 可是他会从电视爬出来蛮恐怖的耶 嗯 嗯 没错 嗯 你说的对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根本 根本没有想要接下去的意思 对啊 抱歉 还有刚刚我看到有人讲一个 呃这个以前好像女孩子可能都会听过 拿筷子拿的比较高会架的比较远 拿筷子拿的比较低会架的比较近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这个背后的根据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这个对我来说就跟刚刚那个饭没吃完是一样的道理耶 对啊就是有饭粒留着然后什么你的另外一半脸 脸会很 一个教养的那种 对我觉得他是教养的 就是很像你晚上不好好睡觉会被虎虎虎虎抓走 一样的道理 哦 就是他其实只是要你好好地拿筷子 哎 那只是一想半夜不要吹口哨会不会也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很吵 对啊 因为很吵 那你半夜没有吹口哨 人家吹别的东西不是也很吵吗 哈哈哈哈 对啊 所以半夜应该很多事都不能做啊 这没办法 他应该也是一个教养吧 哦 然后你说啊好像有道理 就是让你因为这样生活习惯变好 半夜不要剪指甲 半夜不要洗衣服 这些可能都是哦 教养 就是你半夜最好是安静一点 就半夜你就好好睡觉 日落而起 该睡觉了好吗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 其实你说穿的真的是迷信吗 其实就是一个古代的想法吧 他有一个想法 所以他就是觉得这个不好 你要说他是姓什么 其实他也没有姓什么 这样讲起来 几乎所有迷信好像都可以解释 对 所有的迷信感觉就是 你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但是如果你弄 弄了怎样 然后就会出什么事 然后大家就会揍你 哈哈哈哈 或是真子会揍你 如果没有转发 之类的 或者是你把那个乖乖吃掉 你就会被揍 你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订个电脑重开机 电人就会揍你 而且这件事不是听说只有台湾这边是这样吗 所以你在国外乖乖没有用吗 嗯 我听过的是有那个他们国外的厂的主管来巡视 然后问说 诶 这个机房里面怎么放食物啊 把他拿走 直接下午直接大出事 好像有听过类似的没错 我有听过这个故事啊 说机房里面怎么可以放食物 这个乖乖怎么可以放在这边 把他拿走 然后就出事了听说 到底是什么根据啊 还蛮奇妙的 真的不知道欸 就很悬 就很悬 就有差 而且第一个想出这个方法的人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到底想到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 他想要放一包绿色的东西 因为机器正常是绿灯 对 象征那个绿灯 哦 好像以前没有什么绿色的零食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乖乖的厂房先做这件事 哦 因为他们应该有工厂要包装啊那些的吧 然后机台也都还在 不确定 诶这个源头的话其实蛮有趣的吼 诶有人说台积电哦 台积电最近有出一个你知道 就是晶片 然后然后那个 哦 那个我知道 那个我知道 对 哦 嗯 啊嫌素片也是绿色的对 可是那个鸟看起来很吵 可能 不太好 他可能怕你机器逼逼叫 不敢用鸟类 而且乖乖有名字的寓意啊 哦 啊 对 很聪明耶 所以他们后来换那个包装很聪明耶 就是你上面可以写 你想要什么东西乖乖 你知道那包装吗 哦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好像蛮久了 就是它是空白的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 嗯 真的很深 对啊 那好像是让老师送礼物 送给学生的吗 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我以为了啊 我看很多店家会放耶 什么客人乖乖不靠北 哈哈哈哈 之类的啊 真的 这是一个其实蛮具攻击性的啊 对 奥客乖乖不要来 哈哈哈哈 你进来就觉得 哇这家真嗆 对啊 他其实是有一个 意思的 可是你想哦 如果你自认不是奥客 你就不会受伤啊 哦你说的对 因为通常他们应该都不觉得自己是奥北 对啊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啊 这不关我的事啊 上面可以写恋爱魔咒 到底恋爱魔咒 现在还有人在用这个吗 你是说 你是说 余艳乖乖爱上我 哈哈哈哈 这个还不错 这个还不错 哈哈 没有你要在上面写很多次 要把那个笔的水用完 哈哈哈哈 其实这表示说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现在这个事情 可能是不科学的 但是我们做它 可以让我们 例如说更有自信 或者是在一些时候更安心 你要同时知道这件事 又要有点相信它 哎会不会 就像你刚刚说的 恋爱魔咒的例子的话 我刚刚突然想到 会不会是要考验他有多执着啊 你认真的把那个笔用完很执着耶 基本上执着的人 你要失败是几率比较小的 我只能说几率比较小的 是吗真的吗 爱情也是吗 爱情应该不是 但是他 如果是认真执着到这个地步 他应该会去想方法 哦你说他终究会成功的 对啊就是他应该会 真的去投其所好什么的 大家要注意要记得啊 杂志那种比较恐怖 就是他 他好像还会需要 那个人身上的东西 哦我有听过耶 什么指甲啊 头发什么的对不对 可是到底要怎么拿到 去他座位拿 你说他会掉指甲 他是猫吗 说的也是 但是如果拿头发 应该比较好拿到吧 相对上 那你怎么知道是他的 就拿错就会 就像哈利波特那个 对啊 你就会变苗栗 就是迷信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到时候 可以来聊聊看 那邪教是一个 怎么样的状态 因为邪教 又在叠加了 更多的东西嘛 对 而且今天跟你聊了 迷信之后 我更觉得 你刚刚说的那个理论 就是邪教 好像也不是 那么单纯的迷信 我觉得邪教 有时候很像是团体辅导 只是他的团体辅导 是想要你付钱 跟付出身体的 对对对 没错 没错 所谓的邪 邪的地方是因为 这个教 大家都在帮他 做这个坏事吧 做恶吧 因为他心术不正 他在做邪恶的事 很赞耶 你知道 你知道我做VTuber的 最大的那个 想愿景 就是这样的 超多人都跟我讲一样话 上次那个谁啊 博胜来 他也是跟我讲说 他也要当邪教教主 邪教教主 真的很酷啊 而且不用缴税 我觉得这很棒 是这个问题吗 缴税很重要耶 是啦 但是有些事能做不能说哦 不是 是真的不用缴税啊 我知道 但是你不要讲出来 让大家去那个啊 你说去创立宗教吗 没有那么容易 让大家因为这种事创立宗教 这样邪教怎么越多吧 你该不会想要创立宗教 没有去看过宗教怎么创立吧 其实我有去看过 蛮难的耶 所以你说的我知道 对啊 我只是说不要 不要这样到处跟大家讲 不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 这样就会有人跟我们讲 不是会有人傻傻的 就这样子去做啦 创宗教可是真的可以根本 它没有那么容易啦 它没有那么容易啦 我刚才还是想跟你讲 就是也有很不像宗教的 有那种瑜伽老师 然后他就一直找人跟他双修 然后可是 可是大家都很相信他 因为他是一个名师 但他也很算邪教吧 对 这某种程度上也很算 因为瑜伽他是 都会有一些身心灵 什么的那种 有没有 所以他其实 呃 那我是Netflix上面那个纪录片 他那时候我觉得 他也是很接近邪教 可是他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那个人 哦 懂了 对 一人就可以构成一个这样的立场嘛 对 所以我们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之后再看看 好 我们题目都会拖很久 真的 真的 天哪 今天大概迷信就聊到这里 你很久没来了 你又要跟观众讲什么吗 要跟大家讲什么 嗨大家好 我现在是 公司所属VTuber 钥匙斯丹 亚斯斯丹 亚斯丹 我要讲什么 我要讲什么 我以为你会跟小迪一样 小迪上次来 我就问他说 你要宣传什么 他说我不用 我就是这个 表现很好 大家就会知道我 大家好 我上知迪 你讲到这个好像他 哎不是 没有没有 这样 我没有要宣传什么 我就是一个会做三分钟看电影的人 你好会学他哦 那个神韵 你知道 那个时候婚姻有时候 我听了几次他的素材吗 哦 你说的也对 我真的快被烦死 已经在脑袋里深深的落下了 那个 我脑中已经有他的声音 然后在吐槽你了 哎没有 不是 谁在 哎没有 先不要 明明没有来 然后存在感超强 真的 那 好 大概今天就这样子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然后也很谢谢大家今天 来跟我们一起聊天